一提起辣白菜,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菜源于韩国和朝鲜 其实这辣白菜的发源地是东北 所以说东北的辣白菜做法才是最正宗的 首先选白菜要选这种石层爆粉紧的大白菜 不用洗,把老叶去掉,再切掉根部 然后从根部切开,但不要切断 用手顺着刀口一掰就开了 这样掰出的叶子不易碎 买电饭锅时给的这种凉杯 一颗白菜大约用一杯的大利盐 杀白菜时一定选用大利盐 很多人第一步就错了 如果用精盐,盐会很快地渗透到白菜里 会使白菜发咸,口感不好 把大利盐均匀地撒在白菜的叶子上 全部撒完腌制30分钟 30分钟后加入凉白开,没过白菜就可以 腌制6-8个小时 最后杀成这样就可以了 多冲洗几遍,可以尝一尝 如果感觉咸了,用水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然后蒸干水分,可以间隔10分钟再攥一次水 尽量把白菜攥得干一些 这是我做了4颗辣白菜的量 大约14斤 具体用量我打在屏幕上 都是用量杯作为标准 大家记得截图保存 把切块的苹果,梨,姜,大蒜 全部放到料理机里打碎 一次打不下打两次 打成这样的糊状就可以了 平底锅里倒入10杯水 一杯糯米粉 搅拌均匀后小火慢慢熬制 不停搅动,防止糊底 最后熬至粘稠 趁热,下入粗细辣椒面 搅拌均匀,倒入盆里 凉透放入盐,鸡精,白糖,虾酱,鱼露 打好的料汁 戴上手套抓拌均匀 再倒入萝卜丝和韭菜段 翻拌均匀即可 最后把酱汁均匀地涂抹 每一层白菜的叶面上 我把每个步骤的关键点都说得很详细 只希望大家给我点个免费的双鸡 把腌好的白菜放入一个无油无水的容器中 盖上盖子密封 放入冰箱 冷藏保存一夜就可以吃了 如果喜欢吃酸一点的 就密封冷藏发酵20天就可以了 特点 辣脆酸甜 是辣白菜的灵魂所在 色白带红四季皆宜 再配点米饭 那就一个字爽 请不吝点赞 转发酵